这一个是福花 我今天用它来做泥墨炒饭 大家好,我是善贵 我今天做的福花泥墨炒饭 是不需要用到米或者饭的 用我手上这个福花或者椰菜花 代替米,加点盐在清水那里 浸一下福花 我刚才已经在水头下用水冲过它 不是太够,再加多些 将福花大概浸10分钟 福花浸了10分钟之后 就捞起它,让它瓶干一下水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西兰花、椰菜花 这一类的花里会藏了一些虫子 我们用盐水浸一下它 就是希望可以将一些虫子浸出来 这些较为大的福花 我们就可以把它切小一点 接着用刀切了些花仔出来 福花不敢肯定是否真的 在福建种植的椰菜花 椰菜花在台湾是叫白花椰菜的 也有些资料说福花是椰菜花 和西兰花的混种 福花的框是带有少少淺绿色的 就不像椰菜花的 是纯白色的 福花或者椰菜花的框都不会浪费的 可以留下一个这样灼熟来吃 或者将它切成薄片炒其他的菜 这些就是我今天用来做福花泥蜜炒饭的材料 这里有些姜蓉和蒜蓉 如果不吃五身的朋友 就可以不用蒜蓉了 还有滷水豆腐干 待会把它冲一冲水 接着切成粒粒就可以了 还有这些是叫做小啡菇 现在在很多街市买菇类的 当口都可以买到这只小啡菇了 又是待会冲洗一下 它切成粒粒就可以了 还有些杂菜粒 当然就还有我现在手上这一碗的泥蜜 泥蜜洗净之后 再用清水浸它大概半个小时 然后加少少盐 少少油来蒸它15分钟 泥蜜蒸好之后 就可以拿它出来 让它吹散一下水气 用小火爆一下蒜头和姜蓉 先不吃五身的朋友 就可以不加蒜蓉了 当闻到蒜蓉和姜蓉的香味之后 就加我们的小啡菇 下来 开大小小火 加上泡酒 豆腐干 搅拌匀 搅拌匀 当然还有我们的腹花或者椰菜花 加少少水 盖上盖 烤它一会儿 已经烤了分钟了 椰菜花的善食纤维是很丰富的 除了可以帮我们促进长度的鱼动 而防便秘之外 亦都可以令我们觉得有饱吐的感觉 同时椰菜花的热量也是很低的 一碗的椰菜花饭 只有二十多个卡路里 而同样的一碗白饭 就有二百多个卡路里 所以有些品量是会用椰菜花饭 来做代替白饭 就可以减少热量的摄取 帮助控制体统 椰菜花的热量是低 同时它的炭水化合物 含量也是低的 如果我们是长期缺乏炭水化合物 都不是那么好的 我试过以前有一段时间上班 就是大宋回去 饭就可以在公司煮 但是因为懒的缘故 我只是蒸热点 送来吃没有煮饭 经过有一段时间 没有饭气到肚 我会觉得个人有点抑郁的状态 不如不要一日三餐 都是吃盐菜花饭 我们也要吃白饭 或者其他含有淀粉质的食物 加些调味 大概半茶匙的糖 接着加盐 我今次是用我在重庆大厦 买回来的印度黑盐 印度黑盐有它一种独特的香味 各位如果没有这种黑盐 当然可以用普通的油盐 炒均匀就可以上碟 吃饭啦 吃母米饭啦 椰菜花米炒饭 泥麦太多了 吃起来感觉有点粗 如果把泥麦的份量减少 应该是好吃很多的 希望各位喜欢今天的 泥麦花椰菜炒饭 我继续吃饭啦 下次再见 拜拜